那世间的快乐很简单 大家念一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别人对你笑 那你首先先笑 他就笑了 你要有钱 那你就帮助 贫穷人你会有钱 就像这杯水一样 这杯水为什么会变甜的 因为你加糖就变甜的 这是佛法很特别的 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人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 一切都是自作自送 所以佛法比较符合科学眼里 所以它变甜的变咸的 变热的变冰的 是因为我们给它一个条件 给它加热 给它放冰箱 所以它改变了 所以因为如此 每个人都很想了解自己 进一步改变自己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长得比别人漂亮 特别女生很关心这个 为什么我妈如果生出来 就长得这么不好看呢 你还会怪妈妈 事实上这个不是佛 也不是神给你的 在佛教讲 这是你自己制造的 一个人 注意听哦 不生气 经常供养人家花 让爸爸妈妈看到你就会笑 那你的脸就会漂亮 因为你这个人爱骂人 爱生气 所以你脸就不漂亮 就很简单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是自己在制造自己 那我讲到这个地方 那各位 你希望发财有钱 要怎么办 不失钱 不失钱给最需要的人 第一个 你的爸爸妈妈 对你很有恩 所以各位 你拿一千块给儿子花 那 那个叫可能中文叫讨债 拿不回来的 但是你不失一百块给爸爸妈妈 最近你可能会多赚十万块 因为爸爸妈妈的恩德对你很大 所以 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不失钱 中国有一句话 福音说了 来 舍一得万 你以慈悲心 感恩心 不失一块钱 那事实上 就像一个小的种子 开花结果 将来你就多赚一万块 所以有钱人的个性很简单 他就是喜欢不失 所以早上我在车上来讲 老实缴税金也是不失 因为英国国家福利很好 早上我们去老人医院说 都不用缴钱 都是国家给钱 事实上是我们老百姓付的税金 所以如果你付税金 你不要以说国家要我税金 你想说 我赚很多钱 我付比较多的税金 这样国家福利 老人小孩教育都会好 那就是不失了 那时候很快乐 所以你赚越多钱的人 你等于不失越多 因为国家克你税越多 你应该很快乐才对 所以心态改变命运